今天介紹我們嘉賓文浩基 老師但他喜歡講古靈清怪 靈異、怪獸、妖魔等 小學老師喜歡妖怪的 但又是日本那邊為主 他喜歡日本妖怪 學習日文 是為了認識日本妖怪才學日文 但因為你學了日文才認識日本妖怪 也是因為受到日本的漫畫和妖怪影響 吸引了你的學習 好玩 因為那些年輕人比較喜歡玩漫畫 所謂看南漫畫 日本漫畫有很多妖怪 也有很早期日本人很有研究的心 整理過全日本妖怪 中國沒有 中國不敢這樣做 現代沒有古代理由 古代都沒有 集成、廖齋、山海經等 都不會 好像日本那樣 每一種妖怪都有特性都很清楚 不過其實日本的妖怪 其實他也是源於中國 譬如說有一個最出名的日本妖怪 一定是白鬼夜行 畫圖白鬼夜行 白鬼夜行是一本圖 你要解釋給觀眾 一本圖冊 裡面就畫了 他分了四部 每一頁都畫了很多不同的妖怪 這些妖怪 可能就是這樣說 大家不知道 但一提到鬼太郎 大家都應該知道 就是鬼太郎現代的作者 他把白鬼夜行這件事 叫做漫畫化 以及最重要的 不僅是漫畫化 就是把它傳承到現在這個世界 白鬼夜行的圖冊 大約成書是何時的呢 那是江戶時代 江戶時代 17世紀 1766年左右 1766年左右 這裏一會兒給大家看看 上一幅圖給大家看看 你會看到白鬼夜行的圖 你會有印象 不過其實如果說到白鬼夜行 其實根本 原就是原於日本 但其實裡面有很多 都是原於我們中國的山海經 中國人就不懂 日本人就會 因為那時中國和日本 都有很多文化交流 反而日本人就看到這些 所謂江怪陸來的東西 就覺得魚獲至寶 就將它 特殊要本土化 將它本土化 其實如果說到山海經 山海經 大概可以說一下 一會兒整個節目說山海經 好玩 好玩 總之是一個中國的一本 叫做妖怪博物志 又是山河 又是地理 又是巫術 有什麼都有的 一會兒我們詳細說 這個 日本人就會 例如說 將山海經 彩色了 彩色了 變成了這本 怪奇 鳥獸圖卷 是 鳥獸圖卷 對 因為裡面的怪物 是來自鳥獸 哦 這些 原本人山海經的圖 將它日本 變成日文 山海經有插圖嗎 有沒有插圖 有 本來 一會兒我們講 你講到那裏 你問不及了 說不及了 說不及了 今天 然後日本人 很識貨 將中國的東西 變成本土化 有日文來譯 然後再講 百鬼夜行 百鬼夜行 百鬼夜行是 鳥山石煙來畫的 水墨畫 全部黑白 江湖時代 18世紀 1766年左右 他會將它 一路傳承下去 然後 日本 開始流行 將鬼靈精怪的東西 變成 繪卷化 後期 剛才也說過鬼太郎 將它變成漫畫化 由一種 很傳統的文化 將它變成 世俗化的文化 到現在 也算是 一種很流行的文化 是的 這個研究鬼怪 日本是很精心的 不是當作一種 客人或是商業 是一種科學研究 一會兒我們逐個 找一些 講一講 為什麼呢 因為 中國人都認識很多日本妖怪 其中一個 香港人 大陸人 奴華人 都要認識的 都實認識的 就是河童 我們看看河童福相 一會兒 河童 是日本的一個 很典型性的妖怪 但這是全世界認識的 不只是日本人認識的 描寫河童是怎樣的呢 一會兒可以給圖 他直接把圖彈上去 一邊說 河童是 所謂的童 一定是兽子 這個河童 跟河有什麼關係呢 有 因為他在河邊 是水怪 是的 水怪 他的樣子 特點就是 一個小孩子 這幅 這幅照片 一會兒我們再看看 這幅照片 有點像外星人 是否當年 有人都這樣說過 在河邊發現了一些外星人 變成一種妖怪 他有幾個特點 一個特點就是 他的頭和頂 跟我們不同 他有一個洞 有一個瀑 這個瀑 有水的 這個最重要 你不要把水都倒閉 你倒閉了水 他就不行了 所以 他常常裝了水 你當他一個有地中海的人 他在中間那裏 頭頂有一個洞 一個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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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都有水 他日文叫水名 一隻水碟 水碟 好 好 由你講 這個河童 有他非常殘忍的地方 阿千說了 日本四大妖怪之一 就是河童 對 主要就是在河邊那裏 稀氣 剛才說了 他最殘暴的其中一件 就是會喜歡捉人 在水邊的人 然後就喜歡 把手放在別人的屁股上 然後就叫做 拿了別人的 拿了這件事 應該是沒有的 但是 叫做 男還是女 要說 男還是女 男女也有拿 說過河童本身這麼狠濕為下 是男還是女 河童本身有很多說法 但是很多都是說 根本沒有性別 是嗎 我看過你就是有性別的 是男人 你看過沒有的 這些很多他有不同的說法 是很討厭的 是很討厭的 其實你可以當他是 直接在江門那裏 拿別人的內臟出來 很變態 其實 這種雜性 也有另一種日本妖怪 叫做 村園 村是河村的村 這個有沒有照片 稍後再出來 這個是穩穩 然後就說 是喜歡在河邊那裏捉馬 一樣都是在馬的屁股那裏 直接拿馬的內臟來吃 然後就 一些人喜歡搞人 一些人喜歡搞馬 對 非常日本的 這是日本傳說 鬼怪傳說 西方 另外有一隻馬 這次不是學童 不是人 是馬 很喜歡引人騎上去 那裏 他的馬很漂亮 但是 他的馬射了之後 他就會走向水 就不死你 這是另一個 我以為你說獨角馬 就只是給美女騎 不是 那個就是 我們將來慢慢說 西方的義獸 不過河童這種 雖然有殘暴的一面 但也有很多關於河童的溫馨故事 溫馨故事 真是假人的 因為他雖然小小 也有人會說 我們漢字隻譯為河童 但他日文就這樣寫 是卡巴 卡巴 有很多 有些朋友不認識 就用來做英文領 是啊 我有個學生 也有個牌子 遇清河童 不知道那個是 壞人屁股 有個牌子也是這樣叫卡巴 是卡巴 也會有很多溫馨故事 跟小孩子在玩 即是不搞小孩子的 不過也有些故事 會將河童所謂善良化 哦 其實好像人一樣 即是二化版 因為日本的妖怪 很有趣 例如一會兒會說到一些胡妖 也有宗 這個四大妖 一會兒說完 河童先 其中有個挺有趣的故事 就是在日本一條村莊 傳說 有些小孩子經常不見 那些人相信應該是河童捉了 後來找到的就是河童 教訓了河童之後 河童就放回小孩子 然後河童寫一些悔覺書 還會在一些寺廟 到現在仍然有河童悔覺書 但上面寫什麼就沒有人知道 因為解釋就是河童的妖怪文字 和人類的妖怪文字不同 即是鬼學父 那根本究竟是真的還是假 當然這些就無從稽效 但也有很多這些叫做翠文的事 就不一定完全是這麼恐怖的 是的 在一些廟裡 日本是信奉萬物有靈的 那種跟我們中國的廟有些不同 譬如神社 神道教 神社都不是我們的廟 不是我們的寺 裡面有一些是說 安放了河童的詩 即是有這些 一會兒可以再想清楚 日本什麼都有 甚至乎他們這些河童屍體的木乃伊 基本上有很多所謂科學家都想借來研究 驗一下 但很多人都說要尊重宗教 其實也變成一個叫做旅遊景點 或者文化景點 不過也有一些 因為這些寺廟現在是繼承的 有些去到現代 即是私有財產 有些去到現代有些年輕人都說 不想繼承家裡的東西 亦都知道這些東西根本未必是真的 即是跟家裡爭辯 不如拿出來給別人去檢查 除了河童之外 日本很多寺廟有不同 例如有些鬼 鬼不是那些鬼 如果日本所說的鬼 就是去除了人性 沒有了憐憫之心 就會變成鬼 但就不是人死後變成靈魂那種鬼 都是妖怪 都是妖怪 我們講完這個河童沒有 那就講第二尾 講你的那隻狐 就是日本四大妖怪 河童 然後胡 胡妖 胡妖 中國也有胡妖 就是在中國抽 但河童就沒有中國版本了 真的沒有本土 胡妖 一般來說是屬於奸 最出名的那隻 胡妖叫妖怪肉燥 肉燥前 相傳他周圍作惡 然後被人驅趕 驅趕到一個荒野的時候 他就死在一塊石的前面 那塊石 他死了 但仍然有法力 那塊石 就變成了殺生石 那塊石 會長期放毒 放毒出來 是不是一種 現在我們說 脹氣 脹氣 或者有些人感覺到 可能好像 複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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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哥斯拉的感覺 很方法 於是乎會說 胡妖其中的一件事 就是最厲害的 有毒 即是死了之後 那塊石 還維持了很長的時間 這個神話 軟索到中國 一會我們會說到 山海經裡面 有九尾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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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的 九尾湖的故事 又會索到歷史上 你記得嗎 蘇坦紀 雙朝 蘇坦紀 這個美女 就真是 我想香港 大陸都沒有 歷史上最出名的 狐狸精 沒有一邊的 冰冰 這個蘇坦紀 會索紀 是 謾虎 就是想去報仇 這個 有空神榜両 數字 暫且不提 總之知道它謾虎 由一隻狗 有一隻狗 那一隻狗 變成一隻美女 所以 我們說猾虎 亡理 就是謾虎 謾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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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人說 當然是古代男性中心 男人不會錯的 壞就壞就壞就壞 古希伯來也是 壞就壞就壞就壞了 男人的下當就被你引誘 不過如果說到神話 重男輕女一會兒都可以說一說日本的神話 其中有一個重男輕女 也很重要的 狐狸這個說話 中國的狐狸 從羅灣有隻 很久了 你聽過沒有 現在在雲石上面 溫沙皇宮 大宗 那時候叫做好摩登的裝修 叫溫沙皇宮的地方 牆上有很漂亮的雲石箱 但不知為何 拼湊出來 大家忽然之間發覺 那個影子 即是雲石出來的影子 就好像一個狐狸頭那樣 我又有這張照片 又有這張照片 又有照片那麼厲害 只記得有這件事 在網上找到 看看能不能傳給大家 大家看看像不像一個狐狸 狐狸頭 尖尖尖的 有兩隻眼睛 這個我們又放進去 放進去 鏡頭 看到了 看到是怎樣的樣子 這隻眼睛就說 潛在那個雲石裏面 很高興 擺酒不請他 看到那個嬰兒 沒了命 這樣說 半月酒過 後來就做法事了 真的 後文就走了 走之後有夏文 還有夏文 就是我知 只有我知 這麼純奇 獨家消息 獨家消息 出過街沒有 還沒出過街 還沒出過街 立本台獨家消息 走到公開 立本台獨家消息 這個來源是誰呢 這個來源是黃瞻 當年我90年代訪問黃瞻 做一個寫人物訪問 黃瞻在他家裡 住在江德道 他告訴我 你有沒有在外面的廳裡 看到一個觀音像 即他家的廳 這個觀音像比人高 即是六呎多高 高過人 高過人 我想是木造的 不知道他怎樣找回來 沒有問到他 這個觀音像呢 他就說 那隻狐狸被趕後 就困了去觀音像裡面 即是做法事驅趕他 即是呢 扶了去觀音像那裏 即是伍子山 押著書原空 現在觀音像就震著狐狸精 但觀音像在溫沙裡出現過 又不知道 觀音像是在溫沙裡出現過 那些狐狸精在溫沙裡出現過 被人驅趕後 我們肉眼看不到他通街 在外面飛著 我們看不到的 但是這個法術呢 主師兄收了他 收到觀音像那裏 收到觀音像那裏 在黃沙家 現在時隔十幾二十年 人都不在 還在那裏 還在那裏 沒有人知道 這是拍戲的 這是續集來的 如果你把觀音像 如果你把觀音像 的話 那狐狸就走出來 不是 他就說了 故事應該是一開始 知道原來千分萬苦 知道那隻狐狸去了觀音像裏面 困死了一隻雷鋒塔 壓住那隻白素貞 現在呢 就有一個 跟他解釋出來 抄上那條士林祭塔 即是這個狐狸當時生了一個兒子 或是一個英靈 或者那次死了那個寶寶仔 要救恩 就放回狐狸出來 聲音出來了 故事節打出來 香港狐狸精 你看下去了 好玩 好玩 真是這麼說 好玩 這個就是補充 日本的狐狸精 難怪香港已經有這麼多小衣服 可能已經放了出來 只是出來顯定 補充溫沙皇宮 大家不知道 現在就是黃西寶 就是黃西寶那裏 第三隻是什麼 第三隻就是鬼 剛才也說過 鬼不是人死後變成幽靈的鬼 日本的意思就是 當人沒有人性後 他就會變成鬼 這個比較準確 這個很準確 好像我們某年的新年 有人在求籤 不知道誰是鬼 人什麼人 就是鬼什麼鬼 不知道是說誰 就是這種鬼 不知道是說六八九還是誰 總之 我們想起都很準確 一會兒也可以有些照片 如果日本傳統的鬼 都是一個人的樣子 但多數都是紅皮膚 藍皮膚 綠皮膚 然後頭頂有些角 如果在角來說 是一個民族學研究 角多數都是跟一些邪惡 或是外道有關 所以很多的 無論是中西方 都會有很多 只要有角的話 都是一些關於異獸 或異類的事情 如果說鬼 有一個很有名的故事 有一個故事叫安達元的老婆婆 的故事 日本故事 我告訴大家 傳說 有一個女人 類似是宮中的宮女 也不是宮女 叫宮嬸 是阿嬸 當時皇室的公主 至五歲都不太懂得說話 然後就問過御醫 然後御醫就說 要找一個孕婦的肝臟 來給公主吃 爭能吃嗎 對 然後給公主吃 這孕婦的孕婦也沒有買 這就是一陣子的結局 其實有一個開頭 就知道結局不會好 然後皇帝就叫 無論是宮中所有的臣子來找 其中就找到這位老婦 老婦也要幫忙到處找 有沒有孕婦的肝臟 當然很難找得到 說回這位老婦 這位老婦要所謂軟行 那時候不是只坐巴士 到處走 在他離開家前 就交了一個符或錦囊給女兒 當是媽媽在你身邊 然後老婦就到處找 都找不到有適合的孕婦肝臟 後來去到一個叫安達園的地方 就想 不如在這裏開一間旅社 叫做 人人 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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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他說是時光飛勢 過了一段時間 但我有點不明白 時光飛勢過了很多年 其實過了這麼多年 其實那位公主 夠了嗎 其實那位公主也應該 都沒得救 後來總之 不要理會這樣理性的事情 後來老婦有一天 就碰到一對夫婦 那位太太就是一個孕婦 直接就快生了 然後那個老婦 終於決定把心一橫 引開了老婦 然後劏了那個女人 就拿了肝臟 但當處理師看的時候 發覺 應該都猜到 發覺有個錦囊 這麼熟悉的 原來就是自己的女兒 為何認不出自己的女兒 因為一來 很久沒有回家 二來女兒 就是孕婦 口腫面腫 都漲了 都很多年 都很多年 所以我會覺得 既然都這麼多年 是不是還有意思救過公主 然後於是乎 在這一刻 老婦 受到這種刺激 於是乎成為了安達元之鬼 於是乎 於是乎 會晚上 拿刀到周圍去劏人 即使是孕婦 到周圍劏人 其實某程度上 如果用現代的方法想 就是受到精神的刺激 變成一個豐腐 其實如果說一些妖怪 其實很多時候 都可能 跟我們現代人 所理解的醫學 那樣東西 可能有得解釋 這個在日本 曾經做過一個 那套戲 就是新藤兼人 這套戲叫鬼婆 因為日本又是叫鬼婆 都用那個鬼字 跟中國這個鬼一樣 鬼婆就是一個特別的名字 就是這個老虎的鬼 很殘忍的 就是這個故事的版本 我想就是用鬼婆的故事 這件事 這個鬼跟中國有沒有相似呢 有 為什麼呢 因為在中國的傳說裏 鬼呢 就是人死若鬼 人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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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after life 就是鬼 人死若鬼 那個鬼 就像龜 人死若鬼 回家 龜加龜 就差不多了 所以 人死若龜 又是人死若鬼 剛才你說的 在民間的信仰裡 經常出現 怎麼出現呢 他說 有些人死了之後 他還深有不分 有些人不屈 他未必走到去投胎輪迴 他懷疑那種悲憤 有些人不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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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些人不屈 這樣呢 就會化成 麗鬼 中國有這個字 叫麗鬼 麗鬼 即是說他很猛 但這個就是沒有實體的 沒有實體的 有鬼 這個麗鬼就是一個靈魂 即是我們用靈體來的 靈體來的 是一個靈體來的 讓出來搞事 有些時候 他會用一個很殘 一個難看的面目 會出現 現在就是中國人的鬼的 觀念 但跟佛教也不同 跟道教也不同 跟民間宗教的鬼 有些接近日本的 第二點我想說 就是這個 鬼上高頭的角 這個角 在我本書 我不記得是少話基督 還是 地獄詞典 紅色的地獄詞典 可能是 不是 這個是講宗教的 因為那個篇章是講 鬼佬 即是耶教的鬼 形象的進化 由最早的時候 一直進步 現在 現在開始定型 究竟是怎樣的 他一定有一個角 這個角其實是什麼呢 是beast 是野獸 因為聖經上 野獸不同人 古人 覺得一種野獸 沒有了人性 上帝也不會眷顧他 他已經失常了 可能被魔鬼畜目了 所以 這種beast 就用了 他頭上有角 還有 他的蹄 因為聖經也說 單蹄不結 就是豬不吃 就是這樣 就變了 他有蹄 還有 他有很多體毛 體毛就是 全臉都生了 還有 惡臭 動物的臭味 他很少說 他這個 魔鬼吃血的 這個不像吸血鬼的傳說 但是 他是遺害人間的 所有基督教的鬼 都是 撒旦的化身 就是 任何一隻鬼 任何一個古人精怪的東西 都不是他們本身 他都是撒旦的化身 包括你剛才說的日本 你看到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鬼 不同的人 不同的鬼的故事 不同的鬼的治理方法 所以 我經常問一個問題 終於得到答案了 這個問題就是 究竟中國的符 或者道家的收鬼的方法 來治一隻吸血鬼 即是鬼佬 可以不可以的呢 一動轉 都用邪教 聖水 拼那隻殭屍 中國式殭屍 拼那隻中國鬼 或者用神父的領 套 套下去 那隻中國鬼 究竟是 會不會會 如果鬼是universal 的話 是應該會會的 很明顯我們的手法 不是universal 東西方 治鬼很不一樣 不知 是全各樣 全部不同 全部不同 你覺得很對 這個 終於得到一個 什麼答案呢 有一個 就是 有一部電影 《conjecture》 有一個靈異或鬼怪的博物館 那兩位公佩開了 在美國 那兩位很出名 拼摸夫婦 拼摸夫婦 裏面是一個 承繼人 肥佬 有一次靈異學會 這個又可以請他來講 靈異學會 好玩啊 靈異學會 不單是有人有興趣 還只是學會 靈異學會 靈異學會 那次 會有些聚集 有報票 很簡單 在某個旺角的街 幾層樓上高 做一個這樣的聚會 這個聚會 可不可以現場直播啊 可以啊 靈異學會 玩完事好運 他拿了什麼呢 拿了一個sky peep 跟我們一樣 所以我說行不行 他放了sky peep 放了一個大的螢幕 他不是這些貼物 是很大 只是在牆上的 即是有projector 上去 然後在那邊 現場 找了他那兩夫婦 訪問那對夫婦 不是在那裡 他們是兒子 是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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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英文 聚學會 李小姐 就負責翻譯 我們那些 好企的人 就去問問題 其中一個我未問 已經有人問這個問題 就問我剛才的問題 技術問題 全世界都不同招數 問到這個專家 他在學會裡參加 去問這個妙思雄 訪問專家 這個妙思雄 現在是他打你的 他就回答 跟你剛才回答的一樣 不用找他 找你 就猜他 各有各的文化 各有各的方法 東方 西方和西方是混合的 文化就是歷史 混合 即是隱隱約告訴我們 原來神神鬼鬼 是文化上的東西 而不是真的有個universal 好像基督教說 我就是世界的光 我就是世界的神 原來不是 這個世界各有各信 這個很適合現代人 很多人的思想 真的 非洲有非洲的神 我有我神 你有你鬼 我有我鬼 大家互不相干 你只能夠用你那種方法去求他 實際是平衡宇宙來的 你可能得到你的答案 可能是靈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相信他 你相信就靈 中文也有 你相信就有 不相信就無 很難客觀科 靈異學會 這群人也好 歷代這麼多 專家也好 都做了這麼多書 學了很多心機去整理 難道全部都變成文化現象 有多難堪 為什麼呢 我們經常說宗教 比如說 宗教有 基督教 東正教 天教教 這些全部都是 從基督教裏面 會教 之後 還有很多 不等的 神道教 但是除了這些教之外 還有一件事就是 民間宗教 還有一件事叫 民間信仰 每個地方都有不同的 民間宗教 和民間信仰 為什麼呢 因為民間宗教 就不一定有組織 早過你有組織宗教 因為民間宗教 中國最多 我們信仰 媽祖 媽祖 拜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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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一種 可能媽祖 又是佛教的一個神 又是道教的神 但他又是民間宗教的一個神 是嗎 也是 我們說 紅聖大帝 即是灣仔 拜上天 希望你風和日麗 風條雨上 打雨容易 但是 民間宗教 為什麼呢 宗教 因為他有儀式 他有廟 有儀式 有組織 但是民間信仰 未必有 從這個民族學的角度 是有進化過程的 多數都是自然崇拜 拜山拜樹 拜石河村 所以就算你們看那些民族學家都這樣說 就算日本拿一框四大妖怪才算 你單是帶頭的河童 胡耳 這些是有解釋的 萬物有靈 先來自萬物有靈 拜山拜湖拜水 另一件事就是 累積而來的民間智慧 嚇小孩 不讓他近水邊玩 會出意外 嚇他有鬼怪 他一定會害怕 他害怕就不下去了 還有功能的 是有功能的 所以變成勸奸世人 要重善被惡 警覺情根 什麼暴應 等於阿婆去劏人 劏自己的女兒 變成有很多民間的傳說 都是根據你那個 好像始官所說 由山川精靈的崇拜 演化到有組織宗教之後 還有一個主軸 就是一個道德判斷 文化的判斷 因為如果離開了人 離開了人的道德 這個宗教或者神話 就失去他的意義 他代表不了事情 其實我們人有神話 還有傳說 後面一定是這些傳說和神話 有一個文化意義在 他揭起了一種文化的意義 因為後來 慢慢深化之後 變成另一種規範 是有作用的 是有作用的 是不會亂動的 這是他的文化觀 公其進的少女 最有名的 千與千尋 因為有一個社會功能 才會有全族意義 如果不然就已經淘汰了 而且沒有辦法 成為一個國家 民族的 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比任何一個法律的條文 你說 扔垃圾下去 罰了1500元 這是條文 如果人知道 他崇拜了一些意識形態 他不能夠弄髒他的地方 就變自律了 這是自然的自律 是超越人的範圍 這個不是法律上可以做到的 所以很多人說 香港也太多講法律了 什麼都要拿上去 經常講法治 他不講自律 也不講意識形態 中國也有 待會你將來慢慢再講 但是這個神神怪怪來講 那種的現象就極其過癮了 所以你看不同社會的妖怪的話 甚至我都會看到文化出來 很過癮的 第四種 可以回應剛才所說 其實妖怪怎麼出現 就是提醒一些人 要注意一些東西 其中第四種就是天狗 天狗 雖然叫做天狗 但好像不是跟天有關 也不是跟狗有關 也不是跟狗有關 叫做天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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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天狗吃的天狗不是這隻 不是這隻 這隻 這隻天狗就是一個人 但是有一個臂很長的 紅色面具 其實為什麼會有天狗 就是天狗的最大特性就是 會捉著小孩 又是小孩 在深山裡捉小孩 然後會叫做神隱 就是令到小孩不見了 神隱這個日本字 怎麼聽到現在經常用 神隱 神隱就是那些人失蹤了 失蹤 女王神隱了 看來女王世外高人 當然是神隱 我們凡夫還叫做鈍 借什麼鈍 那隻鈍到地上 說天狗有什麼 捉小孩神隱不見了 嚇死媽媽 但也有很多日本傳說 後來找回小孩 小孩也會變成天狗 就像外星人一樣 對 變成外星人 如果有這麼多妖怪 如剛才胡妖 通常會比較獨行獨斷 何童可能就是 一群呼合之眾在玩水 鬼的人可能比較獨立 屬於人 天狗很有社會組織性 因為天狗有天狗 頭 有不同的名字 避高天狗 避高天狗 變成天狗 然後再捉人類的小孩 把他同化成為天狗 整戒自己的組織人 像上次人狼和吸血鬼 整淡就是 但那個純粹是傳染 但天狗是有社會組織性的 白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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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遊戲裡面最早的 十多三十年前 講Vampire裡面 都講到Kins 即是血親 他一樣有一堆 也有他的社會組織 是 HackCompers也有他的社會組織 直接有階級 有不同的流派種族 他用來方便 就是用來玩遊戲 這隻吃這隻 這隻吃這隻 如果沒有記錯 美國佬的電影 Twilight 那個系列 都是家族 都是家族 有級別的家族 有分正邪 有分正邪 很會過癮 即是社會複製出來 複製人類的社會 所以任何鬼怪 其實都跟人有關係 只有文化背景 沒有人 怎麼會有怪呢 但是天狗的現象 搞什麼鬼呢 其實某程度上 反應 因為剛才也說過 萬物有靈 天狗屬於山裡面的神靈 所以人類的世界 對天狗屬於尊敬 即是不要踩過界那隻 所以如果去到日本 有很多的深山 街邊有祭壇 對 有祭壇 街邊 街邊也有 東京很多地方 滿天神神 去到很多深山 都會有一些封條 叫不讓人進去 相傳裡面有天狗 如果我們現代人知道 可能裡面是 即是內有惡犬 沒有寫的 純粹是用封條 大家會議知道什麼事 即是我們叫結界 基本上日本人都會很尊重這件事 始觀所說 這件事就有效了 你寫著內有惡犬 大家未必害怕 內有天狗 那就害怕 更害怕 更害怕 你對於河流 對於湖泊 對於森林 各自有自然界的物體 你要尊敬他們 這個就明白了 也很清楚 其實如果鬼 原於人 其實就是村落 如果可以補充 日本的鬼 後來佛教 經中國再傳去日本 後來日本有一個地獄官 初期沒有 沒有佛教就沒有地獄官 這是佛教才有地獄官 中國式地獄官 也忽然有很多電炎羅 後來日本傳說 地獄也有鬼 最初的地獄沒有鬼 就是那些鬼負責管理死亡靈 自然精靈的概念 說回中國的天狗 就是你剛才那隻 天狗廢日 對 中國日食就是 天狗 有空咬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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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那時候沒有一個觀念 就是太陽 月亮 沒有這個宇宙 星體的概念 成為一線 遮蓋了它 但遮蓋了一段時間 它又回復了 因為如果晚上 要到翌日 才轉出來 但如果是日食或月食 它只是一陣間 有一段時間 有一段時間 可以算出來 吃了之後 又套出來 天狗食日 這引致另一個 上世紀 一個哲學家 英國的教育 叫Karl Popper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在這裏產生 你別以為這樣的民族學 搞不到哲樂概念 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叫正虛 我們說 要證實這件事 就證實 叫正虛 為什麼叫正虛呢 他就用這個舉例 當年 一看到月或日 被天狗食日 陰影出現的時候 那些人 就立刻 在家裡拿了一招 拷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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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出名 趕狗 他當作是天狗 萬物有靈 趕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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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得三四個字 或者幾分鐘之後 果然套出來 月亮套出來 日套出來 沒有吃到 那些人就覺得 靈了 拷打就靈了 這就變成了一個習俗 當沒有科學進展到 解釋到日食或月食的原因的時候 就說 天狗食日 用羅 或者用聲音可以趕走他 是一種 神秘文化裡面的一種解釋 Kalpapa就問了一個問題 他說 如果有一個人 好像蕭公子那麼厲害 看到天狗食日 那時候 不打羅 不打竹 不打棒 不就有一個聲音 最後 這個太陽或日亮 都仍然會出來 即是說打羅打鼓 是無關 是無關 有沒有人這樣做 好問題 是啊 當時民族習慣 都想證實這件事 但現在正虛就是 我不做事 我不做事 我不做事叫正虛 我沒有做過這件事 能不能夠證實 證虛到 相同後果 相同後果呢 這個是一個折衡問題 原來很多事情是要正虛的 你不能夠完全用證實的方法來證明 最近有些人說過 就算我下台都改變不了香港 是啊 這是正虛 沒錯 這是正虛 這是正虛 還是心虛 誰人敢認 這是不是 從民族學 進展到另一個思學 很哲學性 很哲學性 這是現代最出名的 Carl Peppa 是英國人 死了 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從這個 一個這樣的 日食 敲鑼 證明到 等於這個邏輯相同 就是 此官剛剛說過的概念 每個民族都有不同的 趕鬼的方式 那鬼是不是全世界都認識 不是 不是 這個很個人 這個就是 換句話說 每一個文化 有他每一個文化的根基 過癮 剛剛文先生 文浩基 文老師 教書 文老師 教書 講到一個很過癮的問題 次官剛才說了 日本有很多東西 吸了中國山海經的材料 或者中國佛教 全部的材料 如果所有東西都是文化本位 才算 實際上 日本為何會吸到那麼多東西過去呢 為何吸到那麼多東西過去呢 因為他們那時候的文化 是有一個文化交流 而且其實 很多時候我也覺得 其實中國人 他給了一種 所謂指不如怪力亂神 這件事 來蓄綁著 反而 即是儒家的思想分析 反而日本 沒有這種強烈的 反而他自小已經是 萬物有靈 崇拜山川精靈 就覺得 如果是 真是有鬼有怪 這件事是不奇怪的 你只要不要去搞他 中國人都不是這麼早有這種概念 周朝之後 孔之學說 大行其多 差不多是漢朝 所有人類 現在已經定論了 所有人類 無論你是非洲 澳洲 土著 中國 或者印度 哪裏都好 最早的宗教產生 就是萬物有靈 是呀 是呀 即是說最早的時候 都是萬物有靈 阿瑪森 阿瑪森 阿瑪森就是使得 他們覺得 不知為何 這件事 行雷 怎麼行雷 想極都不明白 於是有聰明的人 聰明的人 聰明的人才想到 不是普通 那些鈍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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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誤寸 還沒有誤寸 那些 他就 想不到 一個 神在後面 獎領了 原來 打雷 那些是一個雷工 這也是 雷神 那些 是那條狠契契 那些 是那條狠契契 那些狠契契 那條狠契契 非常厲害 那就是說 开头的时候,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话、传说、寄托 这些寄托是文化的根基 后来产生出文化的想法、神怪、宗教的建立 由宗教建立,建立人的道德、人的规范,慢慢进化 所以日本最初是非了时代 这时候,日本是秦朝前男女女 去之前,可能是哈尔族,现在找到了 哈尔族在日本,退了北海道 其实是在中部,这些哈尔族的样子都不同 纯正的哈尔族,你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哈尔族 不同的样子都不同 这种说的语言又不同,信的宗教又不同 但是呢,以前来中国的接受汉化人 为什么会接受汉化人呢? 因为他知道自己不行 因为他知道自己不够了 于是派了人去唐朝 在唐朝的长安,做了很多刘华生 这些人就回去了 有和尚,带了宗教回去 有文学带了回去 日本的文字,杀族 都是安时由中国带去 现在最简单一件事 你看到以前的日本和服 日本男人的服 这是唐朝服 甚至是剃了女人的眼眉 是唐朝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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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韩国呢 韩国不是唐朝标准的种族 是汉朝标准的 所以他建筑很多是唐 但是他的服装 那些生活习惯信仰、讲话 都是汉朝遺留的遺风 当然有很多东西他改了 但是现在我们看了那些韩文 是拼音来的 不是真正韩文 我去韩国做生意的时候 那时候那些人全部是寫中文的 都要寫繁体字 寫楷书 千万不要寫简体字 但是说就说他本身韩文 但是韩文很多 是中文的尾音的 比如说 寫沙阿米达 寫沙就是感谢 阿米达就是后面的鱼 后面加了一些 咀鱼那些叫 感谢 很多东西都是跟中文的原字 是有关系的 是慢慢转化 日本也有类似这样的情况 有 日本也有类似这样的现象 唐朝 次官所说 留学生 他那五十音图 最基本的五十音图 而是来自看字的草书 即是骗家明的草书 骗家明就是来自看字的报首 用了报首拼音 人之边就是医 医 医 很简单 如果你姓医 医医的医 没有这边 人之边就是读医 之类 日本这四大妖怪之外 还有些是我们经常听到的 例如 最喜欢搞事的那个年轻 那个座子童子 我叫座子童子 他有年轻 但这个是本土的 是日本本土的 就是说 相传就是这些屋 一定会无端端夜晚 会有些声音 其实有点像外国那种 叫做Project Guild 就是刀单鬼 或者是蘇宁现象 或者有一种像英国的Browney 也是这样的 类似 是反斗鬼 但如果说座夫同志在那间屋 基本上代表那间屋 一会让我们看看座夫同志的真容 通常就是说这种是属于和平的 这种妖怪是属于和平的 在家里 在你家里 就代表你家里也算是一个好的家庭 类似紫外貓 你不好的 他不会留在那裡的 她们白艳 倒蛋 有东西 那些座夫同志 即是有样子看 即是小朋友那样 小朋友 最终是和服的 最终是和服的 还要很白艳 白艳 看到他之后 你会喜欢他 很可爱 很可爱 如果纯粹分属于可爱系的妖怪 可爱系 日本会把妖怪分属于可爱系 为何他在日本的神话可以流传到这么久呢 因为他真的靠很多动漫 来传承 即是现代化了 但座夫同志这件事又是怎样玩法 他纯粹是一个家庭 甚至有小朋友来看见他 亦都会一起玩 但相传说大人也看不到 所以再问小朋友 就是见到和服的小朋友 有个小朋友在你家 和你的小朋友一起玩 那你就不会觉得有什么介意 他又不是中国运材同志 又不是运材同志 就是总之是和人一起玩 但如果中国人 就会觉得 无端的儿子在角落里玩 就会很害怕 所以刚才也说了 日本的妖怪 这些文化 这些传说 传承得这么好 就是因为他的文化 他的次文化 我小时候 为何我那么喜欢学人文 最初就是喜欢看日本漫画 最初接触鬼怪 先来接触鬼太郎 鬼太郎 鬼太郎 这些妖怪 全部将他有性格化 某一只妖怪 究竟是什么 176年代 已经用了这些招 白鬼夜行 純粹是 画了一幅圖 純粹是有妖怪 但是到了二次大战之后 鬼太郎的作者 叫水木某 水木某 就是上一年11月死 上一年11月死 这是日本之宝 国宝 把鬼太郎 白鬼夜行 传统里面 变成现代化 全部都有性格 很有性格 后期接触了多拉蒙的作者 叫藤子不二雄 他其中一个作品 叫做叮当 其中一个作品 他其中一个作品叫怪物王子 怪物小王子 以西洋妖怪来做主族 那时也认识了很多西洋妖怪的关系 各种各样的事情 后来到大一点 因为日本是每一个年代 都会有不同的 属于妖怪的作品 后来到 过了一段 地獄老师 就是说那位小学教师 国家校不知为什么一定是很猛鬼 有很多妖怪出现 那些妖怪也是源于白鬼夜行的故事 然后他将其更多角色化 还有地獄老师其中一个特点 就是会加上日本的现代传说 即所谓都市传说 Urban Legend 这个有机会可以再说 这就是现代的 这些妖怪不能不说 在西方 譬如是哈利波特都用他 都帮他手用他 这个就是厕所里头的女鬼仔 其实就是日本厕所花子 是厕所花子 花子是一个女孩子 很明显 这些人特别在厕所出现 在厕所的厕所 也是在白鬼夜行 厕所花子属于日本 现代化的 1970多年的厕所 是厕所的厕所 以前没有那么多厕所 听闻是在厕所死的 因为他战后就开始有多学校 有厕所 开始有西式建筑 才有那个环境 如果不是以前日本的厕所 中国的厕所 就叫子姑 这个就是士坑三姑 士坑三姑 这个厕神 听闻以前是一个美类 但是被大婆所迫害 大婆逼死了他之后 看到他逼死了 就是在厕所里面 就是的 那些人们同情他 这个很多中国的鬼鬼 就是他们说 所有厕所都喜欢三 disciple 也不是在厕所 没有是在厕所 但是bble Mentor 很多时 你做什麼筆仙、筆腳仙、什麼仙 就很容易就請到士坑三姑來了 但是他來了之後 他還未肯走 那就麻煩了 而請就難送 不過今天呢 先講到這麼多先啦 太多了啦 難得文老師肯來開 還未講到 開課教授 再請文老師上來 意猶未盡 慢慢再講 只是講了幾隻主要的鬼 白鬼爺行講了八隻有排玩 有排玩 拜拜